罗杜金和普京两个人交情匪浅 但他手头打理普京的钱财不多 好朋友之间最好不要经手太多钱 太多钱容易让好友变成股东 和其他人动不动几百亿美金的流水相比 罗杜金经手的钱只有区区20亿美元 纽约时报曾在2016年采访罗杜金 他说自己不是普京集团的成员之一 自己只有一套公寓一辆汽车一栋别墅 连几百万美元都不可能有 但英国的卫报出示了一部分对他的不利证据 根据巴拿马的注册信息 罗杜金有好些公司流水达20亿美元 瑞士银行提供的信息也显示 他的资产超过1亿美元 个人年收入达650万英镑 并拥有近1900万英镑的现金 这些现金来自他在俄罗斯最赚钱的广告公司之一 Video International的秘密股份 罗杜金坚决否认自己的钱跟普京有关系 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富商的捐赠 目的是为了俄罗斯年轻人购买昂贵的乐器 这个理由实在太缺少说服力了 很难让智商正常的人相信 当然对比前面提到的大寡头 罗杜金显得相当清心寡欲 他更喜欢音乐 普京还是常邀请他去举办私人音乐会 罗杜金会带上几位年轻的音乐家 去往总统的乡间别墅 新澳家撂卧 他会平静地走进莫斯科西郊芬芳的松林之中 为辛苦一年的普京 献上莫扎特 韦伯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 以及他们历久迷信的友情 梅德维杰夫已经在门外等待了很长时间 1965年9月 梅德维杰夫出生于列宁格勒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 他爸是国立技术学院的化学工程师副教授 他妈原在赫尔森学院教俄语 后去了博物馆当导游 他们家住在库普金诺区一栋五层的赫鲁小富楼里面 这种楼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桶子楼 一家一户小房间 共用洗手间和厨房 梅德维杰夫的家有40平 住的比普京家要稍好一些 这栋楼现在还在 外墙上另被人喷上了一句话 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出生在这里 邻居们回忆说梅德维杰夫小时候满头卷发 喜欢梳一个平刻发型 有强烈的好奇心 打小就是个乖孩子 爱看书 很有礼貌 成天躲在家里看爸爸的藏书 少年时他就读305中学 学校为出了这样一位杰出的毕业生感到骄傲 2008年梅德维杰夫参选总统后 学校还把他的照片资料整理出来 在教学楼走廊里工人参观 不过几天后 这些照片和档案就轻易被人偷走了 梅德维杰夫学习成绩很好 考入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 1987年本科毕业 1990年获得法学副博士学位 这门学科很不好搞 但梅德维杰夫耐得住寂寞 勤心研究 善于做学问 师生们都说他是真正的学者 对他颇赞许 后来便留校任教 成为法律系高级讲师 主要讲罗马法 还在这里认识了另一个法学讲师 索布恰克 并成为了科瓦尔丘克儿子的老师 梅德维杰夫读书时 并不是一个书呆子 他每天早晚会在游泳馆 游上1500米 有空就去玩举重 慢跑下国际象棋 还特别喜欢玩摇滚 是申子黑色星期六 七百林飞艇乐队的铁粉 收藏过申子的全套乐队唱片 他不碰烟酒 平时只喝绿茶 最多在酒宴上喝一点点葡萄酒 最爱吃鱼 无论是波罗地海的胡瓜鱼 还是日料里的生鱼片 还特别爱吃冰淇淋 不过为了健康着想 戒了 1989年 24岁的梅德韦杰夫 还在读大学时就结了婚 他和大美女斯维特兰娜 大七岁那年就认识 小学中学都是同学 以前只是没来眼去 20岁开始谈恋爱 真正青梅竹马 婚后有一独子 伊利亚 两口子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分开过 1990年 51岁的索布恰克 去竞选市议员 起初大家都觉得 这是不靠谱 只有梅德韦杰夫支持他 安前马后 给他跑宣传 推IP 没想到 索布恰克 靠着超凡的演讲 才能拿下市议员 并在1991年 当选为圣彼得堡市长 简直一步登天 梅德韦杰夫 便一路随他去了市政府 起先任顾问 后来在同门师兄 副市长普京下面 打下手 索布恰克这个人 擅长演讲 但不会干实事 只会吹牛逼 做了市长后 一天到晚瞎折腾 宁肯见女歌星 也不去开会 公务全交给普京 带领梅德韦杰夫 一行人完成 索布恰克 对外吹嘘的政绩 比如创建 俄罗斯第一家 合资企业 在任四年 成立约六千家 合资公司 成立第一批 外资银行 帮助市政府 创造更宽松的 营商环境等等 其实全是普京 带着团队干的 索布恰克 一天到晚 只知道跟着 上流社会的人鬼混 一年有一百多天 在国外考察 就在这四年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 在实战中 建立了信任 成为了一个战壕的朋友 索布恰克 在任上瞎搞 把圣彼得堡 搞得一塌糊涂 民怨沸腾 1996年 连任时自然没成功 梅德韦杰夫 便暂时退出政坛 回圣彼得堡大学 继续教书 1999年 普京逆袭成为总理 当然 要请信得过的 就将出马 梅德韦杰夫 便到莫斯科 出任政府办公厅 副主任 再次回到政坛 后面的剧情 大家伙都清楚了 梅德韦杰夫 随着普京一路高升 跟普京玩起了二人转 轮流坐庄 总统宝座 普京从2000年 干到2008年 之后将总统位置 交给亲密战友 梅德韦杰夫 自己任总理 不过大权依然在握 梅德韦杰夫 从2008年 干到2012年 普京再上马 一口气干到2020年 顺便修了个线 按新的宪法 普京原先的任期清零 他可以在2024年 继续出来选总统 并再干到2036年 如果真的干到2036年 普京在俄罗斯历史上 统治时间 将超越斯大林 本来普京和梅德韦杰夫 一直相处得不错 共同把持朝政 但从2008年 梅德韦杰夫任总统开始 两人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距 开始暴露出来 裂缝从此产生 在2000年之前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 对前苏联 斯大林的观点是一致的 都认为前苏联 是毫无人性的人类帝国 斯大林是邪恶的大独裁者 总之 苏联跟斯大林 就是人渣一无是处 但是从2000年以后 普京的历史观发生了改变 而梅德韦杰夫 却一直没变过 我们在网上经常能看到 普京说过的 自相矛盾的三段话 一段是 苏维埃政权 没有使国家繁荣长盛 社会快速发展 和人民获得自由 而且 用意识形态的方法 处理经济 使我们国家注定 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无论承认这一点 是那么痛苦 但是几乎在70年时期里 我们一直行走在 脱离人类文明 康庄大道的死胡同里 一段是 谁不为苏联的毁灭 感到惋惜 谁就没有心肝 谁要想恢复以前的苏联 谁就是没有头脑 另一段是 苏联解体 是20世纪最大的 地缘政治灾难 大家来看上面三段话 其实第一段和第二段 跟第三段是冲突的 第一段第二段 全盘否定了苏联 第三段并没有 对苏联有一定的惋惜之情 我看到很多 热爱西方自由民主的人 常拿第一段第二段 来证明普京 反思苏联的邪恶 但是我又看到 很多人拿第三段 证明普京并不恨苏联 其实这都是 普京亲口说过的话 并没有谁在编造说谎 不过这三段话 是有时间顺序的 第一段是 普京在1999年说的 记录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 第二段是 2000年2月普京说的 而第三段 是普京在2000年4月说的 从发表第三段言论后 普京突然就变了 他看待苏联和斯大林 不再是一昧的批判 而是既批判 又赞同他们正确的一面 普京后面说 难道除了斯大林的 集中营和镇压外 我们就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回忆了吗 我们把杜纳耶夫斯基 肖洛霍夫 肖斯塔科维奇 加加林等人 置于何处 我们又怎么对待 1945年春天的胜利呢 而梅德维杰夫 面对这段历史 只有全面的批评 容不得一点认同 特别是在2008年 就任总统后 梅德维杰夫批评 苏联和斯大林的言语 异常严厉 2009年10月30日 他说 我坚信国家的任何发展 国家的任何成就和理想 都不能以人的苦难 和损失为代价 来取得和实现 2010年5月接受消息报采访 他还说 斯大林对自己的人民 犯下了大量的罪行 尽管做了许多工作 尽管在他领导下 国家取得了成就 但是他对自己人民 所做的事情 是无法宽恕的 梅德维杰夫在总统任上 还尝试改变过去普京 对西方的强硬态度 对美国表示善意 2009年奥巴马访问摩斯科 故意降低于普京会晤的级别 冷落普京 对梅德维杰夫则温柔谦和 2010年夏天 梅德维杰夫回访美国 刚回国三天 6月28日 美国司法部便宣布 抓捕了11名俄罗斯间谍 这是美国情报部门中的保守派 反对奥巴马对俄政策 故意搞事 但梅德维杰夫居然不生气 反而在7月4日 美国国庆日 给奥巴马发贺信 说一切尝试破坏 两国关系的企图 都将以失败告终 美国主席